爸他还不信 你不信你就去看看 就在小区呢 哎呦我没那兴致 自打咱们社区 建立了这个爱心墙 号召咱们居民 自愿捐献衣物 送往贫困山区 对呀 你看把你妈得伤的 一天到晚翻箱倒柜的 捐这个捐那个 你信不信 再过两天才能打个包 把我捐出去 爸这你放心 就算是把您打好了包 也没人扛得动 来了 一定要放松 好好好 不错 不错 哎呀 哎呀 哎呀妈呀 妈不行 这感觉不行 再慢慢走 再走 走 哎呦 哎呀好 哎呀好 妈呀 有点顺管啊 哎呀大姑娘别录了 那我一口那玩就不会走道了 妈必须得录 您现在是咱们小区的光荣啊 领导说了要把您这个生活中的视频呢拍下来啊放到咱们小区的网站去啊我跟你说妈不是您一个人的光荣啊啊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是咱们整个小区的光荣啊所以必须得拍啊哎呀妈再来一遍来放松放松啊您放松您自然一点啊来好啊走哎走哎哎呀好哎呀不行不行妈不行再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啊您别老啊前面顶啊走着走着哎哎呀好哎呀妈 那后面也不行 那后面不行 大姑娘啊就捐你这衣服呗没这么严重你看你给我整的都是迷糊 没事没事没事 啊 大姐夫等会啊啊 啊 哎呃妈她不会走道 她她她她腿腿脚不好我扶着你我扶着你啊 你扶着我 来来来来来来大姐夫来开机开机 大家好 啊走在我身边的这位慈祥的妈妈就是我的岳母 那么我是谁呢我就是她的二姑爷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我的名字叫钱顺芬 嗯啊哎当然了在这次捐助过程当中我的妈妈她也曾经彷徨过也曾经犹豫过是我语重心长的对她说啊 哎呃山区的孩子们需要我们的爱心啊我对她说这是新的呼唤这是爱的源泉这是爱的奉献啊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的妈妈这才戴上了光荣花走上了光荣榜 这都是我的功劳啊请记住我的名字钱顺芬 这家伯我累一点怎么样啊大姐夫 妹方啊你太能白乎了你这家伙嘴里边吐出象牙了 什么乱七八糊我看我看我形象怎么样 哎哪呢 啊哪呢你倒回来哎呀忘了开机了干什么呀这是来来来妈再来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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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两件衣服不够得瑟的别露了啊看到些哎呦我的妈你啥意思啥意思啊啊你是羡慕嫉妒恨对不对 愿你自己呀当初我说让你捐吧你不捐呢就我那衣服捐你你要啊就我那裤子 裤长二十八裤要四十二 就这裤子哎哎我捐谁谁要来你们谁能穿我捐个谁来来来要什么要什么要这是我们家的裤子这裤子可以改个门帘 谁要瞎说啥 这改门脸不糟静了 这应该改个背罩 我还帮助理 爸我跟你说 人家领导说了 是完全自愿的 你老人家愿意捐 你就捐 你不愿意捐 可以不捐 我支持捐线 我是反对那种捐两件屁股 就嘚瑟这种行为 不够显得的老 干啥好事 非得整那地球人都知道 谁干完好事 自己出去这么说 我就捐衣服了 我说了吗 你捐衣服了 捐了咋的 不对呀 刚才你不说 你那衣服捐出去 谁也穿不了吗 我非得捐自己的 让你这么说 你捐我的了 才对了 哎呀 高啊 我爸 我爸捐衣服 我捐别人了 下回捐款 我拿您的钱包去 哎 我说老东西 你把我哪件衣服给捐出去了 啊 就你那件红面袄 红面袄 哪个 哪件啊 就那年你妈过生日 啊 这二姑爷给你买的红面袄 说挺贵 说一千八 可是 反正你也不穿 一直在那放着 那天我一睡手这个捐了 哎呀 把我的红面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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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我不活了 这一件胡苗 你至于这样吗 你也不穿 卷就卷了 这让我给咋办 不是不是妈妈妈 这可不至于啊 回头我再给您买件新的 不就完了 买不起太贵了 妈 你说你 没事啊 那你喝口水 我跟你说妈 那胡苗 你多少钱 说是一千八 打完折也就八十 说什么呢你 什么八十 张嘴就来 这不是为了让妈宽心吗 怎么了你 对对对 妈妈妈妈 不用太难过 不就是一件衣裳吗 我大姐夫说了 她一会儿给你买十件 好 来来来 妈 不哭了啊 不哭 来来来 妈 录像 来这录像 来来来来 笑一个 笑一个 这衣服咱就得卷 这是心里苦惑 这是爱的奉献 这是人间的春风 这是生命的源泉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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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闹心 停 停 就去那边熬你之意 我不是心疼我那边熬 啊 那里边有钱 啊 妈 多少钱呢 嗨 能有多少钱呢 咱妈这兜里挺多就是二百三百的 啊 老伴 欣疼 可没心疼啊 哎 我能那钱 老伴得赔 哦 则几百 两万 呵 多少钱 两万 哎呀 我的 vol 下人中 下人中 哎呦 えー 老头子 你可别吓我呀 哈哈 呵 这咋了这是 你啊 architect 刚才 commissioner 两万 两万 你疯癫好 你干什么 两万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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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来 大姐夫 开机 开机 这多好的画面 来来来 来来 爸 朋友们 大家好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人 是我的岳父 一下子就专献了两万块钱 当然了 我的岳父他很心疼 没关系 这个钱算我的 但是我说了 我的爸爸没有同意 我叫谭顺峰 二姑娘 你说的是真心话呀 对呀 如果 哎呀 那太好了 妈就放心了 那钱是你的 不是 妈 怎么回事 这钱怎么会是我的呢 钱是你的 你忘了 咱搬这个新家的时候 里外搬东西 你说 妈 我包里有两万块钱 人多手杂怕丢了 我一想 我也没地方放 我就把他缝在那苗袄里边了 我这么说这两万块钱是我的 是你的 快掐人家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爸呀 你没衣裳捐你就别捐 你干嘛要捐妈的呀 你说你 就愿他 两万呢 就愿你 没事啊 咱拍摄像呢 大家好 站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妹夫 他捐了两万块钱 这是新的呼唤 这是爱的奉献 这是人间的春风 这是生命的源泉 啊 这你啊 啊 啊 不对 不对 我想起来了吗 当时我确实是给了您两万块钱 对啊 但是当天这两万块钱我就拿走了 我交给二米粒了 当时啊 我给你二百块钱 你还不要 你想想好好想想 哎呀 是啊 有这回事啊 有这回事啊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那这钱是谁的呢 妈妈 妈妈这时候您不要看我好吗 不看你看谁呀 妈妈 咱别闹行吗 咱别闹行吗 不是闹 你忘了 你给我两万块钱 说是给妞妞留着买钢琴用的 对上了 爸 您就说不是 啊 您跟着我学 说不是 是 哎呀 哎呦 哎呦 瞎人周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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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姐夫这叫自救啊 哎呦 我的老太太 你说你把谁钱封苗了 不行 他们两口子 能两万块钱容易吗 那不都怨你吗 那你给妞妞买钢琴的钱 谁让你给捐出去啊 喂 啊 怎么的呀 啊 看电视啊 快 现在有捐款的消息 在这次为贫困山区捐款活动中 我们在一届红苗里发现了两万块钱 现在让我们听听山区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是这么说的 谢谢孤主阿姨 谢谢爷爷来的 我们要用上电脑吧 耶 哎呀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你都挺住我 妈 哎 妈 哎 这钱我捐了 啊 虽然咱妞妞一个人没用上钢琴 但是咱们让这么多孩子都用上了电脑 这钱我捐的值 好 好啊 大姑娘 这个钱你不能拿 到时候算爸妈的 算我们俩的 对 喂 怎么的 啊 要找这个捐款两万的人呐 干嘛 找他干啥呀 啊 电视台来了 大门口准备采访啊 哦 哦好的 哎呀 光荣 这是荣誉 赶紧去 孩子 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光荣 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 孩子快点去 哎 等一等 我宣布啊 这两万块钱算我捐的 当然了 这个钱我一会半会还还不了你啊 回头我就还你啊 哎 另外多加二百算利息啊 爸妈 我还有点急事 我得赶紧去办去 应该是接受采访去了 啊 有他什么轩手 谁是他 谁是他